大家好,我是赖凡,欢迎回到今天的时刻教师 今天时刻教师我们要讲有脂肪肝该怎么办 其实有脂肪肝的人都有一个共通的饮食特征 那就是他们都是吃高糖的饮食 但是我们常常不知道自己其实在吃高糖的饮食 因为我们都以为只有甜点才是有糖分的东西 像一碗50克的燕麦有这么多糖 一个地瓜有这么多糖 一根香蕉有这么多糖 一个最低糖量的这个精力汤有这么多糖 一碗白饭有这么多糖 那当你吃这些东西有这么高糖分的东西 却不跟着有油脂跟蛋白质的东西一起吃的时候 血糖就会开始震荡 为什么?因为这些糖分就没有油脂跟蛋白质去减缓它分解的速度 它进入血液的速度就非常快 那当我们的糖分进入血液的速度太快的时候 它上升速度就很快 你可以看到到这个上升速度很快的时候 就会造成一个现象 那就是能量过多 为什么?我们都知道糖就是我们身体里面主要的能量来源 所以当你血糖高升的时候就能量过多 当我们身体能量过多的时候身体就要做一件事情 那就是它要把这个过多的能量拿来合成脂肪 那你就问说为什么它要拿来合成脂肪 它不能拿来合成蛋白质 最主要原因是因为我们都知道油脂有最高量的卡路里 就是一克的油脂可以烧出9卡 那卡路里就是我们身体能量单位 这是为什么身体要拿这个油脂拿来合成 如果有过多的能量 它就是合成为脂肪 因为一克的这个蛋白质只有4卡 也就是说同样一个克数 储存成油脂它可以存的能量比蛋白质要多很多 这是为什么我们身体如果有过多的能量 它就是储存为脂肪 而脂肪呢也就是我们身体里面的备用能量 所以当你能量过多也就是血糖过高的时候 它存的就是脂肪 所以它现在要合成脂肪 那我们看一下我们脂肪合成的这个地方在哪里 其实脂肪合成的地方就是在肝脏 那当你的肝脏有过多能量 就是血糖过高的时候 就会开始合成脂肪 如果说现在肝脏 那它合成完以后 它放的地方就是在肝脏附近 如果现在肝脏摆满了 摆不下它就摆肚子 你就看到有的人就会开始胖肚子 有的时候会瘦瘦 但是肚子还是会胖胖的 那如果肚子摆满以后 它就开始摆屁股跟大腿 所以这个就是脂肪肝的来源 就是你能量老是不停的过多 也就是你一直不停的震荡 自己血糖吃的东西不均衡造成的 你可以看到这张照片上 左边是正常的肝脏 它的血色非常充足 右边是肥肝 就是脂肪肝非常多的肝脏 那你们看到这个肝脏 你会想到你们吃的这个鹅肝酱 有没有 鹅肝就是肥鹅肝就是这样来的 那我们现在就要问说 那这个鹅到底是吃什么才会变成肥鹅肝呢 就是它吃的东西不是蛋白质 也不是油脂 现在这个鹅如果它们要培养出肥鹅肝的话 要喂的东西就是高糖量的东西 就是五谷类的东西 有非常高的糖量 就是现在在荧幕上看到这些东西 麦啊 这个玉米啊 这个米饭啊 这一些东西 它们就是尽力的塞在这个鹅的肚子里面 然后让它形成肥鹅肝 所以这个就是脂肪肝的来源 那我们吃的东西 这样吃过量这样子的东西 就会造成脂肪肝啊 那我们该怎么做才可以修正这个问题呢 你们第一个要注意就是食物组合啊 你们餐餐都必须要注意 有一份肉一份菜 如果有淀粉也就是有糖量的东西 不超过20%哦 因为有这一份肉里面的油脂跟蛋白质 才可以减换这20%的这个 呃 里面的这个淀粉里面的糖量 这个进入血液的速度哦 那还有一件事你们必须要注意 就是食物顺序 是不是对啊 怎么说呢 如果说你第一口先吃肉 再吃饭 跟你第一口先吃饭 再吃肉 其实是对血糖的影响是两样的 为什么 因为我们身体里面 呃 我们身体运作单位 其实以分秒为单位 它不是以日为单位 我们常常被教育成说你一天要吃多少肉 一天要吃多少菜哦 这是错误的 因为你的身体是以分秒为单位 那因为这样子 所以先进来的就要先分解 那你如果先吃一口饭 再吃一口肉 那个饭就没有油脂跟蛋白质去减缓它 分解的速度 它现在对血糖震荡的影响就不一样哦 所以如果你可以坐下来 先吃一口有油脂跟蛋白质的东西 接着再去吃其他的东西 对你的血糖会有比较好的影响哦 那还有一件事情一定要注意就是 水果不要饭前吃哦 为什么 因为我们刚刚看到水果的含糖量其实非常的高哦 你水果如果饭前吃的话 因为它要先分解 所以它就要先震荡血糖哦 然后你还不可以过量 所以水果要饭后吃哦 那它要尽量少量哦 因为我们现在都吃太多水果了 你的水果其实不需要吃这么多 你就可以得到足够的营养元素哦 你的维生素就已经足够 你不用吃很多很多才够哦 你身体只要一点点就可以了 所以水果要饭后吃 而且要少量 因为多过量的水果也会造成 这个血糖震荡 这是为什么那么多人说 我都不吃油 也不吃肉了 为什么 我有这么高量脂肪肝哦 因为你吃太多水果或者是高糖的食物哦 啊 这常常这件事情是被忽略的哦 那当你能够做到食物组合正确 顺序正确 然后水果不过量 然后饭后吃的话 你的血糖就是非常平稳的情况哦 当你血糖平稳 它慢慢掉下来的时候 身体就 因为我刚刚讲了 它是我们的备用能量就是油脂哦 所以当你的血糖开始慢慢下降的时候 减低的时候 不够的时候 身体就会把油脂拿出来烧哦 所以啊 当你的油脂拿出来烧的时候 它第一个去拿的就是脂肪附近的油脂啊 那就是脂肪肝慢慢的在它血糖平衡之后 它常常有机会做这件事情 然后在能量不是总是过量的时候 它不是大量储存脂肪的情况下 脂肪肝就会慢慢减少 那当我们脂肪肝慢慢减少的时候 这个肝脏才会有血 才可以冲血哦 当你的肝脏能够冲血的时候 它才能够做排毒工作 这个人才可能健康哦 所以这个就是 这个脂肪肝来源 那你该怎么做 才可以修正这个问题 那希望对你们都有帮助 也希望你们每一个人 都没有过量的脂肪肝 那我们就下集时刻教师再见了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